我今次的旅程不在日本 我現在來到台灣 我已經有十年自己沒有來過台灣 台灣的事當然是 不能來得到 好冷 想不到今次的旅程 在台灣找到這麼多 和日本相似的地方 十二年,真的十二身超數一圈都可以 想不到對上一次去台灣 是十二年前 還很青春的我 當時由台北玩到高雄 現在變成中旅 就由高雄玩回台北 都過了這麼多年 除了體力差了之外 想看的東西應該又不同了 看法都不同 開始之前,請讓我多謝今次贊助的單位 台灣觀光協會香港辦事處 和長榮航空 給我這個機會,重遊台灣 全台灣唯一一間 連續百年五星航空公司的長榮航空 在2024年4月開辦了 香港至高雄的新航線 提供每日兩個對非斑切 這麼新鮮滾熱,一定要坐著它 今次台灣的第一站 就來到高雄 高雄有一種水果是非常出名的 而在日本有非常少見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菠蘿啦,鳳梨 據知高雄市水果年產量全台灣第一 所以當然要去認識一下水果 今次單位安排了我們體驗 高雄一日農夫體驗趣 真心好玩 第一站先去陽光果子 去見見菠蘿的小朋友們 好,大家,我現在第一次去採集菠蘿 因為其實在日本 通常都是斯多啤梨或蘋果 菠蘿真的有很多種類 我第一次知道 例如鳳梨酥的菠蘿 它叫做土鳳梨牛奶菠蘿 它叫做西瓜菠蘿 真的西瓜只是菠蘿呢? 拿著向下拔就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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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 嘩 這個位置很甜 剛才龍家介紹了菠蘿 上面這個不是頭 頭髮 其實是尾巴 頭在這裡 摘完菠蘿當然要試吃 菠蘿來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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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炸了 接下來鳳梨名產地的高雄市大樹區 龍牧社區 一看一條街就知道 因為有很多菠蘿的設計和壁畫 名副其實的鳳梨之鄉 這次來到台灣竟然可以吃這麼多好吃的鳳梨 再加上可以做鳳梨酥 真的很開心 桌面上這個就是皮 然後加了少許糖 麥芽糖 然後再煮十個小時 而成為一個鳳梨酥餡 它真的是用鳳梨去做 把皮擦扁 就完成了 心人 各位出路了 這就是我們的家庭 這就是單媽 你看她的樣子多美 心心 這就是裡面的樣子 有很多鳳梨在裡面 來到今天最後一站 就是晚飯時間 大家猜猜她是跟哪種植物有關 難道都是菠蘿? 這次是香草 這間餐廳的雅正歐洲香草園 真的種了很多香草 我和她所有的餐點 所有的食品都加入了香草 我今天點這個素餐 她有很多菇 她很喜歡吃菇 很多菇 有豆 有蔬菜 全部都加入了很多香草 在裡面 好味 香草真的提升了蔬菜的味道 有些是啤酒浸肉 每個關湯都很好喝 有很多香草的飲品 我點了薄荷茶 是一個香草曲奇餅 對 對 嗯 你看吃了些草本味 香草只是在歐洲十七世紀就開始了 那比中國的烏龍茶還要長久 比咖啡還要長久 歐洲流行那麼久了 台灣為什麼都沒有 可是台灣的環境真的是太不適合了 非常的困難 經歷了三四年的壯牆起 那後來才慢慢的可以讓香草長得漂亮 我們就開始做成茶包 可是做成茶包以後 還是很多人不知道香草怎麼用 所以我們就蓋成了這個餐廳 把香草推廣出去 放到不同的食材裡面 讓那個提的味道更好 後來就變成餐廳了 一直以來已經經過二十幾年了 回酒店了 我個人很貪心的 又想酒店近車站 又想近夜市 我已經準備好去吃宵夜了 而今晚這間酒店 位置剛剛好 一瞬間來到夜晚 我就回到高雄車站附近了 因為我真的太久沒有來過高雄 連對面的7-11 都想去逛逛 除了日本和香港之外 這樣去台灣法都很開心 對我來說 今晚我住的酒店 就是位於高雄車站旁邊的Johol Hotel 這間Johol Hotel 其實它的名字 在台語來說 就是代表祝福 所以聽說它的設計 和新年有關係 裝修上面相當新的 而且很闊 這邊就是浴缸和廁所 浴缸很大 浴缸 然後左邊有一個浴缸 電視機 咖啡機 到晚上九點 還有很多食物 讓大家去自由拿 比利時小鬆餅 還有芋頭西米爐 花豆花生日 桂花養蜂蜂蜜檸檬愛玉飲 酸梅湯 還有一些紅茶 蘋果氣泡水 鮮果飲 咖啡機 咦 它有一個菜式 叫你自製夢幻奶蓋 好 先喝一杯咖啡 我覺得是一杯咖啡機 好 嘩 頂張除了健身外 同一時間還有一個 主要展望 可以看到高雄車站 我来到我们酒店附近的六合夜市 哇 很多东西吃 但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但也很想吃 刚才经过美丽岛站 我想起我很多年前 进去过拍摄很漂亮的内部装修 台湾的夜市当然是 不能够顶 很久没吃过的严肃鸡 没有吃过的 金针菇 没吃过 炸的 不炸粉比菇 金针菇太油了 腩包菇炸会更好吃 床粉很舒服 早晨 高雄 吃完美好的早餐就出发了 昨天一整天都在高雄 今天第二天就去嘉义 属于台湾南部的嘉义市 哟 好话啦 我来过零次 所以我这次真是全新认识嘉义 嘉义最出名的有阿里山小火车 所以行程上我明天都会去 但今天我们就走一下嘉义市内 不用担心住低层没有美景 因为全部都是高楼层 客房位于16楼以上 这间酒店将于2024年6月27日正式开幕 但我竟然就在正式开幕前入住到 刚好遇到酒店的市盈运期间 嘉义福庸Vocal酒店 是云加地区最高的大楼 为台湾最大连锁酒店福庸 以及IHG合作的酒店 酒年轻和时尚风格 同当地文化融合 而这间酒店属于Vocal品牌 全台湾第一间 在7楼设有儿童俱乐部 健身室 特大的泳士区 还有一个长20米的池 全部都是大大大 32楼有餐厅 走出外面还有一条高空玻璃部 適合我这些畏高 但又好奇心很重的人 平时出去都一定要买一瓶茶 用戒指去油 然后我买了这瓶茶 然后加入了中城山河 胡瓜和茶叶的分解茶 即是降火器解油泥舞堂 我都推入房门 听说在嘉义 有不少由日式闻房 改建成维继文青咖啡 今天就等我带大家去两间 这间房我给你看看 真的很有本feel 原来是一间 一百年前 在日治时期 所建筑的日式闻房 装饰是利用了 橡纸枪那种 纸和纸 加上玻璃 变成一个装饰 和这幅座 坐地板这种风格 真的很日本 想不到这个旅程 在台湾 找到这么多 和日本相似的地方 Hermit由八年老木屋修復而成,擁有兩種記憶兩個身份 第一,是自1924年經營的日式料亭 第二,是二戰後直到2000年的永城印刷廠 但現在還有第三和第四個身份,就是cafe 和不定期的活字印刷體驗工作坊 我排好一次之後,現在把字印上去 現在就上麥 看成品 有一次沒有拍的 試一次 也是很合理的 艷仰日曬,認真是第一次 我剛才說了艷勢 草莓特殊發酵 這麼有朱古力的味道 他說有草莓白香果和芒果乾的香味 非常好喝 這個薯菇也是他們非常出名的 這個粟米造型的餅乾很可愛 雪菇很好吃 真的有一點粟米味 這個粟米味真的是粟米 嗯,是用餅皮 形狀成粟米形狀 但不是粟米 很搭 咖啡和甜品很搭 甜品的餅和雪糕都很搭 只吃甜品哪夠飽 原來嘉義還有一種名物料理 就是雞肉飯 雖然它寫就寫雞肉 但就不是一般的雞 是烏雞? 金雞? 還是... 魚卵沙拉 這是什麼? 明太子 只是45新台幣一碗的雞肉飯 折港幣即是11元 抵到難 就是它 它其實就是火雞 光是看我料下的飯都知道 很多雞汁在飯裡 雞有雞味 雞有雞味 還有一間文青咖啡 想帶大家去 就是日式老文房 新華美西裝社 1957年開業的時候 是一間西裝店 雖然現在就沒有做了 但變身成為一間 有供應甜品、咖喱、咖啡的小店 這間文房真是舊到 在日本都不太常見 今次點了幾款糰子、蛋糕和飲品 在這裡喜一喜 氣氛很安靜、很舒服 花磚是富貴的象徵 台灣有很多有錢人 都會買花磚房在家裡 而隨著社會進步 不少老房屋拆卸 這些花磚也逐一被拆除 但就有一班義工 希望保留具歷史價值的花磚 進行修復、典藏 成就了這間花磚百物館 每一塊都是藝術品 而且每一塊都是價值不非 台灣首富叫做林獻堂 台中的烏風林家 他們家就是有用這一塊 所以盡量多摸幾下 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去變成有錢人 那就是這些花磚 這是富士山來的 因為以前是日治時期 真的有很多古文化進來的 哇!在這裏有鏡 哇!這幅場 這幅花磚場很誇張 哇!是兩塊鏡 很漂亮的 這個樓梯擺滿了很多 矛單花的花磚 矛單是有富貴 花學富貴的意思 所以現在在走這條樓梯 走完之後應該會發達的 嘗試弄一件很漂亮的花磚 這個是蚌漿來的 耳板真的很漂亮 我想買的 這個有名字 叫幸福花磚 而且這條花原來是有意思的 是四葉草來的 四葉幸運草 所有夢想都會成真 學問花磚 波斯菊花磚為學問的守護神 祝福四葉順利 以及考試金磅提味 今晚大家吃得好些 吃得private些 還可以在天台吃飯 整個牆包了都還可以 哇!好漂亮喔 現在身處位置 這是一幢大廈的五樓 看來好像一個住宅 普通的民居 我覺得有點像私房菜 無餐單晚餐 類似Omakase 不知道吃什麼呢 很緊張 第一道菜 上面是一塊烏魚籽 中間夾住外湖原產的木魚 然後下面還有芝士 不錯 吃到天黑了 已經晚上了 來的主菜來了 這個是半斤半肉的牛 很軟 其實我發現 我已經開始 在台灣這次 我實在聽不到 你說什麼 國語是差了 最近少聽了 令自己不懂得聽 他說什麼 這個屁股是我們的派對租了 所以如果是一群人來 一群朋友來 一群家庭來 就可以享受自己的空間 來到嘉義 怎麼可以不去阿里山呢 想去阿里山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下一集 阿里山的朋友